是大的运动员 但由于他们两个是一先一后 所以王立琴在整个技术的力量更大 旋转更强 技能并没有下降 并没有多少下降 但是今天上海金麦池是主场 可以拿出去 所以这样就使得俱乐部的经费的运转 如果你在电视转播上去看的话 和你到现场看球 包括他的这个球的声音 都可能更好 这都体现了张立科 作为新一代选手的技术的这种 和过去的欧洲这些凶狠选手 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就我们现在这个张立科也好 马龙也好 都是比较凶 但是比较凶的时候呢 他这个球的稳定性又比较好 打法主要是命中率不够 取得了胜利 稍后我们来看第二局比赛 逆旋转 在这个结合点上找到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过胸事物太多 就发不出力 但是现在在台内的话 虽然是手腕也能够发出很强的这个旋转 主要是节油产品 这个基脉值 所以它是冠名了上海队 所以它是开始呢 是2002年产 后来又进行了转型 进来的 另外有很多的都是和矿业 那么这些呢 都是矿 跟矿业有关的 所有的企业 对中国乒乓球联赛的 也做了非常重要的调整 决胜盘 第五盘 都是采取三级两胜值 这样的时间呢 就是在第三盘 就是下是11分 这样的就使得比赛大大缩短 5比9 在回球的时候失误比较多 漂亮 11比6 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目前是2比0 算是领先 第三局开始 第三局开始 撤 第二局应该要攻守兼备 河克利 煽动龙龙队教练 这局比赛中的王立芹一个是加强了积极的进攻 过程中也注重了相持过程中的落点 这是靠边有点穿黑的夹克尚昆 他是第五个出场 王立芹的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 观众朋友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下一局比赛 蓝园区体育馆进行的一颗2比1局处领阶 缩短了 就是山东龙的方博小将对上海金脉池的徐欣 漂亮 这个刚才的对拉过程中 他的步伐移动和肌肉的爆发力都突出 所以任何体育项目童子弓很重要 而真正 现在看来王立芹是叫停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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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山 nem 畜牌中的拇规 你把柜山盖出带cri어서 喝四个水 好 太矜15来了 双打的世界冠军 漂亮 在侧身的时候动作还是如此敏捷 这说明他的状态保持的不错 是第二主力 这局完了以后正好相反 4比10 这样张绮科在第一盘的比赛里面就以3比